草屯镇南开热灵学习中心 长期以来都不断的关怀长辈与指导上课 而这次经由老师的精心策划下 让这群平均年龄高达70岁以上的长辈 体验一日超商店长 在充满学习的氛围中 都能感受到长辈们乐此不疲 因为我在今年初我就跟他们讲 我要安排一个不同的体验 我以前都传他们去做关怀 那我就想说 我们南投县这边好像 不老店长好像没有人办过 然后当店长教我们 欢迎光临啊什么等等 哇他们的屁股做得很漂亮 就说人家来这 哇台语就出来了 那种感觉就觉得很亲切很在地 感受到他们今天真的很快乐 透过体验中 长辈们所展现的态度与服务 也让店长感受到 长辈们的活力与精神 一些长辈对我们这7N的品牌来说 可能是比较有距离感的 都会一些刻板印象 那我们希望透过举办不老店长的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 让我们有更多的不同的想法 那我们不只是卖商品 我们也卖了很多服务 那是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他们 比我们这次年轻人来说 更充满活力 对客人来说更没有距离感 对于长辈们 比较陌生的超商 也透过这次的体验 让长辈们有个深刻的感触与学习 由他们店长就带领我们体验有 讲他们的术语就是要欢迎客人进来 就是对客人说欢迎光临 然后还有教我们说要去补货上架 今天来体验我觉得很好 因为以前没做到的 今天都尝试到了 这将来都不敢这样做到一个店员 今天来做一个店员 我们感觉很高兴 吃到这么老了 吃到七十多年 还可以今天来这帖匯 就是这种的 大家心情都很轻松 长辈们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态度与学习精神 也让许多顾客都竖起大拇指赞许 比较新奇 跟以往那些年轻人就是当店员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比较特别的感觉 因为老一辈的人通常就是话比较多 就是会带有熟人的感觉 就是让觉得比较亲切 有点家人的感觉 透过一日体验店长的过程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看见体验中的长辈们 不仅展现出亲和力与学习的态度 截止也让长辈们体验前所未有的经验与回忆 谢谢欢迎请慢走 记者六声草屯采访报导